我被盗号了 骗子用我的备注向每位好友借钱 给男神发去的消息是 老公在吗 我长达十年的暗恋 在这一刻无所遁形 我被盗号了 这件事还是闺蜜打电话告诉我的 骗子用我的账号向每位好友借钱 目前有人上当受骗 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连忙找回账号 操作一番 我终于登上我许久不用的足球 卵平的聊天记录看得我触乎惊心 我一条条往下翻 打笔记下被骗的数额 正私存报警能能找回一些损失 老公就瞥见一个额外打眼的备注 老公 即便账号许久不用 我也在第一时间想起了 这备注后对应的是谁 是方燕良 如今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前段时间刚凭借飘航过亿的电影 拿下最佳男主角 容声三秒影币 点一声牙不可限量 我暗自咽下口水 深吸几口气 鼓足勇气点开聊天记录 空白的屏幕上 赫然就是一句 老公在吗 我瞳瞳俱阵 简直不敢相信 就是我的账号发给他的消息 偏杀的骗子 这下该怎么收场 我望着那句老公在吗 心如死灰 一点点做着心理建设 高一加上的好友 他肯定不记得我是谁了 而且明星出道后 听说为了避免留下黑历史 都会把出道前的账号清理掉 这账号他肯定早就弃涌了 况且他又是大明星 大忙人 连睡觉的时间都快没了 哪有时间看QQ消息 我心理建设的正欢 闺蜜又给我打来电话 宝 你看热搜 我点开热搜 位居榜一的话题是 警号方燕良引婚警号 后头跟那个深红色的抱 我的心冷的咯噔一下 这只不安定点进话题 发现老公在吗 四个大字 放大在每一条博文里 原来骗子用我的账号 给他发消息时 方燕良正在直播 直播录品显示 方燕良接主持人任务 需要向九位联系的好友借钱 于是在助理的帮助下 登陆了许久未用的QQ 在手机屏幕连接上 直播间大屏幕的那一刹那 老公在吗 占据了界面顶端 我也借此机会 看到了方燕良 给我的备注是57 数字57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大概在方燕良那儿 路人甲都是编号 简单又省事 这条有57发来的老公 在吗 消息 在瞬间引诈直播间 即便直播间助理 在第一时间切断了 手机与直播间大屏的连接 但这段插曲 已经被热心的粉丝录屏 并发到微博 一夕之间 方燕良隐婚的消息 甚嚣沉上 我把头深深埋在臂弯 脑海中只剩下三个字 闯祸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处理 这件事已经超出我个人 能够承受的范围 我的脑子一团乱马 骗钱是小 损毁方燕良的名誉是大 即便我不在娱乐圈 我也能猜到 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有多大 搞不好就直接断锁了 她的演艺生涯 她明明和我没关系 却硬要被我扯上夫妻关系 她要恨死我 正当我焦躁不安之际 我沉寂已久的 就给我发出清脆一声响 我抬头 顶端赫然是那个老公 老公 方便聊聊吗 与我聊天的是 方燕良的经纪人 她想要与我协商 这件事的解决办法 最好是当面聊 我当即给了她我家的地址 一想时候 门银响了 我打开门 根本抬不起头 默默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刚才是被盗号了 骗子用我的账号 向我的朋友借钱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真的很对不起 话到最后 大概是真的委屈 我的眼眶骤然发热 一道温柔的声音 质疑了我 没关系 她温暖的手 还在轻抚我的头 我随着那力道缓缓抬头 望见一张温和美丽的脸 以及她身旁 戴着口罩墨镜 却依旧不演帅气的高大身影 我顿了一下 方 方燕良吗 她轻点了下头 我的心猛的开始扑通 根本不受我控制 在胸腔里扑通扑通的不停 他们一共来了五个人 我独居的小客厅 瞬间变得逼着狭窄 我坐在自家沙发上 如坐针毡 我问了解释 那个账号 我真的很久没用了 存在登陆风险 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我诚恳道 总之 这次都是我的错 你们想要我怎么做 我都会配合 我一定会尽力弥补我的过错 她的经纪人潘舟笑一下 别紧张 我们这次过来 是想要征求你的意见 她说 可以和燕良 假扮一段时间的男女朋友吗 我瞪大了眼 怀疑自己听错了 她打去说 既然被诸为老公 那肯定对她有点意思吧 不想试试吗 白嫖老公的感觉 当着当事人的面聊 这个实在过于羞耻 我忙解释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偷偷看一眼 一旁未说过话的方燕良 再解释 而且 这个账号真的很久没用了 不然我一定会改过来的 哈哈 没事 她说 我们会赴你一定的报酬 条件是你必须 对假扮情侣这件事 手口不停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甚至眼前都开始闹惊心 明明闯了大祸 怎么一瞬间情势逆转 还往我连梦都不敢梦的 大方向发展呢 我们已经把合同拟好了 愿意的话 我们先戴着签字 她一个眼神示意 旁边的小姑娘 已经前包中 取出一身两份的合同 我默默咽了咽口水 愁愁之下 我看向最始至终 未说过话的方燕良 不知何不问了一声 你愿意吗 她还戴着口罩 凌乱的发丝散在额前 紧露出一双恋咽的眼 那双勾魂射阔的眼睛 此时正在看我 我的心再度不可以的 碰碰直跳 她说出 我们阔别许久来的第一句话 声音依旧那么好听 愿意 我俐落的 在合同上 签下自己的信息 实在没理由拒绝的 和我暗恋十年的男神谈恋爱 他们还倒给我钱 世上哪还有这样的好事 助理在一旁记下 我的手机号 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 潘舟也掏出手机 说加了联系方式吧 以后就是合作伙伴了 我加上了屋里所有人的微信 包括方燕良 鉴于我对数字备注的好奇 在她敲下备注时 我还偷摸桥了一眼 大写的字母A 真是奇怪的编码方式 QQ是数字 找微信就成字母了 难道这就是路人甲的待遇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方燕良的注视下 我也敲下我给她的备注 端端正正的方燕良三字 对了 潘舟在开口 到后的是 需要我们帮忙处理吗 那位是赵律师 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找她资讯 我忙摇头 我自己可以的 钱转过去了 一旁的助理请示班开口 那行 潘舟开口 既然没什么事 那我们就先走了 钱到账了 你查收一下 目前就算订金 之后的我们会按月定期 转到你账户上 合作愉快 她伸出手 我忙回握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和每个人都握了手 送他们到家门口 方燕良走在最后 她突然停步 回头看我 苏枝 啊 我的心微微荡漾 合作愉快 她说 声音悦耳诱动听 我许是被她迷惑 竟没有说出公式化的合作愉快 而是随心答了一声 嗯 很愉快的 她眼睛弯了一下 转身走了 我眼上门 心冷在荡漾 许久 我才从澎湃的心潮中缓下来 回到茶几前 继续处理被盗号的事 拿手机一看 银行卡显示 到账十万 我瞪了瞪眼 查验了几遍 确实是十万 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我快要不能思考 这是撞大运了吗 怎么好事全滩我一人身上了 又缓了许久许久 我才静下心来 继续计算这次盗号的损失 借钱的一共有七位好友 都是以前关系好 却碍于各种原因 没在联系的朋友 约不了解近况 所以他们才亲信骗子的话术 数额加起来 大约一万块 我相继给他们转过去 有人坚持不要这笔钱 有人好奇问我 方燕良是怎么回事 我一概能回复 躺在沙发上 我长出一口气 想 总算把事情解决了 正闭目养神 闺蜜打来今天的第三通电话 好 你和方燕良官宣了 我点开微博 方燕良那常电发广告 做新系宣传的个人主页 置顶得赫然是一条官宣博文 方燕良威 是女朋友 请大家不要诸多猜测 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 明明我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 我却有种置身室外的奇妙玄幻感 我点开评论 好奇网友对这件事的评价 我老公你 怎么会这样 我给你私发那么多次老公 也不见你承认我是你女朋友啊 感觉有点假 不是说账号很久没用了吗 怎么会刚好弹出来这么一条消息 还在直播的时候 合理怀疑是炒作 为新系做宣传吧 等反转 五十七 是无期的意思吧 我磕到了啊啊啊啊啊 不懂 怎么这次就直接承认了 之前和那么多女明星传绯闻 都没见出来承认啊 我威正 点开最后一条评论 看其他网友的回复 只能说明这次是真的 之前哪次不是女方单方面应潮 我猜这是郑主吃醋 特意跑直播间宣誓主权来了 呜呜我的 CPB了 我真的好磕方燕良和软和这一对 刷了一会儿 我关上微博 暗叹网友的脑洞是真的大 威力对此事也表示不理解 他问 不是道号吗 怎么还成男女朋友了 你背着我 偷偷和方燕良谈恋爱了 我默默道 签了合同 我现在说话算了约 他一秒猜到 假扮情侣是吧 玩得够花的 什么意思 方燕良啊 你看他那个备注 他明显也在暗恋你 我大惊 你真敢想 我从高一开始暗恋方燕良 目睹他从校园男神 一路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如果说校园男神还可歪而不可及 那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就是我遥不可及的那颗星了 我只能把这份爱意藏在心底 甚至连说都不能说出口 毕竟那很像是赤人的一个梦 闺蜜很笃定 等着看吧 我胡为一的眨眨眼 他突然转移话题 道号的是你打算怎么办 我把钱还回去了 也不打算报警 万一抓了骗子 这是该露线了 嗯 他又把话题转回来 做方燕良女朋友 感觉如何 我下意识的辩驳 我不是他女朋友 宝 你在否认什么 你现在就是他女朋友 他语重心长道 老天爷都把大饼甩你面前了 越老都拿钢筋 把你俩缠一块了 你再不抓住这次机会 我真要瞧不起你了 可是我 他说 你很优秀 配得上他 相信我 你是世上最好的宝 我深吸口气 下定决心 嗯 我会的 和方燕良假扮情侣的第一件事 是在他家的地下停车场修AI 鉴于官宣后网络上 有各种各样的言论 甚至有专业团队 出来分析方燕良 首次官宣事件 为避免造成更大的影响 潘舟决定用证据说话 他已经给狗仔放了消息 我和方燕良 只需扮演对热恋的情侣 得拍几张姿态 亲密的照片就好 那一天 方燕良到我家接我 他头戴黑色鸭舌帽 身穿唇败T恤和浅色牛仔裤 极简的装扮 被那完美的身形 衬得极为贵起 有种简单如不简单的美 我扯扯自己的T恤裙 问 这样可以吗 潘舟姐叮嘱过 要穿的寻常点 不需要刻意打扮 他目光在我身上停留几秒 简短评价 很美 我害羞的敏敏唇 随他上车 车子 往方燕良的加急迟 我一路都很紧张 直到抵达停车场的那一瞬 紧张的情绪达到巅峰 甚至有些不敢下车 方燕良温和干燥的手 突然拍了拍 我放在膝上的手 他说 你只是来我家做客 其他什么都别想 我重重点头 下车后 我也在车旁 等方燕良去提放在后备箱的食材 这也是一早就准备好的道具 为的就是让拍出来的照片 更具有生活化 方燕良单手拎着袋子走到我面前 盯着我看几秒 突然叹了一声 怎么连口罩都不戴一个 话落 他将头上一直戴着的帽子 扣到我头顶 那瞬间 沾染着他温度与气味的帽子 圈住我的头 但我开始一阵阵发音 他牵上我的手 低声说 口罩我用过了 就不给你了 我被他牵着往前走 脑袋还是怒的 这就开始了吗 他怎么进入状态这么快 那些和他大戏的女明星 是怎么忍住不心动的 就才一会儿 我整个人都快自然了 我全程忘了需要演戏这点 员员呼呼的被方燕良带着走 书弟 他停步 将手里提着的带子 搁在地上 在我面前蹲了下来 我肩光低头 就见他已经翻吸点地 正低着脖梗 帮我寄松开的鞋带 停车场急静 我耳边好似听见了 疯狂摁快门的声音 我想 这鞋带松的可真及时 系完鞋带 方燕良目不斜视地起身 关着眼睛冲我一笑 怎么跟小孩子似的 幸好没摔倒 我捂住狂跳的小心脏 难挨的一路终于走完 我跟着进了方燕良的家 说做客还真是做客 方燕良将食材提到厨房 说要请我吃完饭 再送我回家 我猜这是为了拖食场 毕竟如果刚进家门就走 就很像是在演 即使这真是在演 但那更容易露馅 饭菜由方燕良一手包办 我只需要在一旁看他忙活就行 下厨的方燕良又有不一样的魅力 我望着这个难想 我可能这辈子都出不了坑了 我决定像闺蜜说的那样主动出击 我问你有女朋友吗 她回答没有 又补充 但我有喜欢的人 那一瞬间 我刚燃起的小火苗又陡然熄灭半截 我在一杯一洗的氛围里 陪方燕良吃完饭 途中她去接了个电话 随即告诉我一个不算好 也不算坏的消息 她说有别家的媒体在楼下奔点 你可能需要在我家住一晚 我瞬间懂了她的意思 如果我待一会就走 对别家媒体一报道 这段饱受争议的恋情 可能又要被推上风口浪尖 毕竟热恋气的情侣 哪有不过夜的 她说 不愿意的话 不注意心 住路吧 我望着她 坚定说了一声 我住 方燕良家很大 客房也很多 找个客房待一宿 可睡在我卧室也没什么区别 我力求这么想 却忍不住思绪纷飞 尤其是过去 我连肖想都不感觉男神方燕良 此刻正殷勤 为我忙前忙后 拖鞋在这里 可没点大 洗漱用品都是新的 你随便用 需要什么就和我说 她顿了顿 扁颊可疑的染上薄红 换洗衣物的话 可能需要你把尺码告诉我 我让人送过来 她慢吞吞的讲完这句话时 耳根已经红透 被她传染 我莫名也有些不好意思 她又道 或者你发给周姐 让她派人送过来也行 好 我点头 洗完澡 时间还早 各自回房 睡好像有点怪异 我俩随窝在客厅的沙发前看电视 方燕良家是一整面墙的落地窗 此时窗帘大开 我不由得想到 一些明星曝光恋情 皆因为被拉窗帘 问她 需要把窗帘拉上吗 她犹豫了下 还是应好 待窗帘自动合上 我才反应过来 她为何要忍郁 密闭的空间里 只有我和她两人 气氛一下子暧昧到了极点 我轻轻嗓子 转移注意力 看电影吧 好 最终选中一部青春校园电影 方燕良女软和主演 许多本思因为这部电影 磕了他俩的CP 镜头前 青春亮丽的少女大胆 向高冷帅气的少年诉说爱意 这份热气的勇敢 是至今的我都不曾拥有的 我被电影感染 脱酸色道 你和她还挺配的 配吗 她问 是啊 我说 好多人是你俩的CP粉 思远也看了这个电影 差点也成了CP粉呢 那她为什么不是 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能背叛组织 我在心里默默这样打 方燕良望着我的眼睛 突然道 苏织 你喜欢过我是吗 我不吭声 她说 不然 你和我解释下 被注视老公这件事 我吻声吻气道 我不想解释 怕她追究 我紧钻地抱枕 继续道 而且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现在又不喜欢你了 是吗 她说 不过我以为你原来是喜欢形亮的 我正了正 她说 高一的时候 我切耳听见 你说喜欢形亮 怎么可能 我这样答 她说 你当时和一个女生走在一起 那女生问你 是不是喜欢我 你说你喜欢形亮 我彻底想起来了 那女生是钟又云 很骄傲漂亮的一个女生 就像电影里的女主一样 连追人也很大胆 她放话 要追方艳良 并且一定会追到 她可能看出我 对方艳良的小心思 在放学路上拦下我 问我是不是对方艳良有意思 而我当时恰好看到方艳良 在我身边走过 我怎么敢说 对她有意思 尤其 还在这么优秀的女生面前 我余光捕捉到一道身影 随同说 不喜欢 我喜欢形亮 我的心中 顿时一阵悲凉 对自己的胆怯和懦弱 不喜欢形亮是吗 方艳良这样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 如果说不喜欢 那当初那句 我喜欢形亮 又算怎么回事 你和形亮上 同一所大学 读同一所学校的研究生 都是巧合对吗 她在问 在我的沉默中 她开口 其实你并没有喜欢她 我猛地清醒过来 你怎么知道 我和她在同一所学校 除了我几位关系较好的朋友 没人知道我在哪里读的研究生 何况是与形亮 在同一所学校这样的近况 我以为不刻意打听 真的很难知道 方艳良沉默下来 她像是突然做出了某种决定 眼神陡然间带着光 其实 我一直都 骤响的电话铃声 打断了方艳良的话 我随手搁在沙发上的手机 已然亮起屏幕 来电人显示形亮 方艳良扫一眼 眼眸悄然暗淡 我接个电话 被方艳良注视着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起身到窗前去接 电话那端的形亮问我 你被盗号了 嗯 没事了吧 没事 她停顿片刻又问 方艳良那条消息 是盗号的片子给她发了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这样问 颜二那年 醒亮让我做她女朋友 其实在这之前 我们只因为彼此 都在同一个学校吃过几顿饭 我不知道 她怎么就喜欢我了 我猜她只是想谈的恋爱 对象是谁都行 我拒绝了 在这之后 她没再表露出暗昧倾向 依旧和我交往 我就刻意拉开了与她的距离 醒亮在电话那端 叙叙叨叨说了一大堆 我默然听着 全让没过耳朵 思绪绕着沙发上 坐着的方艳良打转 她背影落幕 整个人被笼罩在阴影里 看着格外消沉 为什么呢 我这样想 醒亮问 你和方艳良是假的对吗 我突然有些累 揉摁着三丈的太阳穴 很想就此挂当电话 落地 沙发上的方艳良起了身 她快步走到我面前 不履带风 在我错愕的眼神中 她夺过我的手机 不同领悟我的心声 摁下挂断 我愣愣地望着她 她眼底又闪烁着那种光 像是执拗 她说 不要和她打电话 为什么 我全凭本能再问 因为我会吃醋 我骤然瞪大双眸 她说 我喜欢你 在你喜欢醒亮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喜欢你 许事我真的过于震惊 她竟无奈笑了一下 我以为你看到备注就能猜到了 她补充一句 我看很多粉丝都猜到了 我脑中骤然闪过曾经看到过的那些评论 五十七是无七的意思 用九剑打五十七会出来老婆 天 我哪敢这么想 我吃了穷松抱子打 我都不敢这么想 她解释 备注就是那个意思 她说 毕竟你喜欢醒亮 给你备注成那两个字 你应该会隔音 但不敲那两个字 我又不太开心 想来想去 还是用上五十七 对你对我 都好 我缓缓呼呼 又想起那个 我问 那微信备注呢 这样 我每次点开通讯路 都能第一时间看到你了 她说 我想要给自己联系你的勇气 即便你还喜欢醒亮 我抿住唇 抿紧唇 待愣看她 我怀疑 我耳边所听到的一切 喜欢你 快十年了 她缓缓道 看到你发来的那条消息时 我藏在桌下的手 抖得不像话 好在那场直播及时中断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装若无其事 结果是被盗号 她再度无奈失效 但也要感谢骗子 她说 不然我还不敢联系你 只敢偷偷在意你和醒亮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不要喜欢醒亮了好不好 她这样请求 醒亮真的有那么好吗 她值得你喜欢这么久吗 你喜欢她不累吗 她停队许久 问得小心翼翼 既然我的备注曾经是老公 是不是说明 你短暂的喜欢过我 哪怕是粉丝的那种喜欢 是不是说明 我是有机会追到你的 她好温柔又好卑微 她为什么要这么卑微啊 她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为我卑微啊 我心中涌出一阵难言的酸涩 很想哭 也真的哭了出来 眼泪大磕得从我脸颊滑落 我张嘴想说不是 从来没有喜欢过醒亮 一直喜欢的都是你 但我好像 为什么握着了咽喉 根本发不出我想要的声音 我嘴张了又张 只是在抽烟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越急就越乱 方燕良瞬间心疼了 她把我揽在怀里 轻拍我的背 耐心哄道 没事了 没事了 不喜欢就不喜欢 没必要哭啊 她说 你不喜欢我 该哭的人是我才对吧 她试图用话来逗我开心 可我根本笑不出来 还是想哭 我突然好恨自己的懦弱 当初为什么不能勇敢的说出喜欢 为什么蹉跎了这么些年 错过的这些年算什么 如果当初我能大方承认对她的喜欢 结局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吧 我在她怀中一直哭了好久 哭到上气不接下气 许久 我的心情才逐渐平复 方燕良身上那件棉质睡衣 已经被我哭湿了一大片 她屈指弹了弹我的脑门 说 还让你用泪水 给我洗了个澡 方燕良起身 去给我倒水 我停在原地 深呼吸 呼吸再呼吸 在她浇水递给我时 终于勇敢且完整地说出了那句话 我喜欢的只有你 这下发愣的人轮到方燕良 我喝下半杯水 平静地说出这件事 我也一直在喜欢你 和你一样 那行量 没有行量 从来不是行量 我说 抱歉 我当时太懦弱 太多人追方燕良了 还都是那么漂亮优秀的女孩 我有什么资格呢 我连喜欢 都不敢说 我藏着掖着 看她一路扶摇直上 成为万千女孩心目中的隐蔽男神 我希望她变得更好 但也深知 她变得越好 我和她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我和她永远不可能 就何必说喜欢 方燕良还是愣的 这种表情在她脸上 其实极难看到 她一贯是优雅自持的 仿佛任何时候遇到任何问题 她都能第一时间掌控局面 此刻 她有些愣头青的憨志感 我认真说 真的喜欢你 没骗你 她承诺好久 终于输一口气 我就说你不会这么没眼光 抱着我这样的 不喜欢去喜欢行量 我笑出声来 我和她彼此相拥靠在沙发上 聊彼此错过的这些年 我总结到 还是要感谢骗子 不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说开 她说 不会 下个月的同学聚会 我已经打算好追你了 即使我还喜欢行量 她认真点头 即使你还喜欢行量 遥不可及的男神突然成了爱我至深的男友 我努力适应这积一积的反差 我问她 假扮情侣的事 是你故意安排的吗 她不作声 我说 好像明星到处非闻 一般都会选择澄清 没有像你这样直接承认的 她笑了一声 你都猜到了为什么还要问 那还不是想听她说喜欢我 在意我 总加一下我对整件事的事感吗 方燕良从后揽着我 将头埋在我的井窝 说 嗯 想要你是我女朋友 哪怕是假的也好 我心满意足的憋笑 又好奇 那潘舟姐怎么也会跟你瞎胡闹啊 那天一顿来了五个人 经纪人助理议师都到场了 这分明是大阵仗 她说 这几年 我陆陆续续和一些女明星传出过绯闻 即使我和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但潘舟认为 长久下去对我名声有影响 不如直接关心女朋友 这样也没人再往前凑了 我点点头 娱乐圈太复杂 已然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我安静地窝在她怀里 突然听她提要求 你再说一遍喜欢我 你进来要求第三遍了 我说 我还有点不敢相信 她说 你再说一遍 哄哄我 喜欢你 她将稳落在我的嘴角 一声 我也喜欢你 第二天从方艳良家出来 已经是下午三点 我和她其实什么也没干 单纯是因为 前天晚上聊到太晚 又因为彼此互相说喜欢 腻腻歪歪就耽误了时间 等再醒来 吃过早午饭 就到了这个点 方艳良驱车送我回家 即便真的什么也没干 但我和她被狗仔放出来的照片 依旧在网上引起热议 别墅过夜 衣服换了 脖子上还有可疑的红点 这一切都被放大 成为指证我和她浓情依依的证据 我对着镜子 查看我紧侧的蚊子包 欲哭无泪 早知道昨晚养肃不挠了 闺蜜看到网上放出来的照片 还特意上能检查我这个所谓的蚊痕 我将脖子扒给她看 委屈立正 这真的只是蚊子包 一难 我和她真的什么也没干 她哼哼两声 蚊痕是假的 但过夜总是真的吧 我不会有些害羞开口 嗯 原来她一直都在喜欢我呢 闺蜜大惊 那她怎么不表白 她以为我喜欢行量 我和闺蜜解释清 这里头的弯绕曲折 闺蜜直接捏鼻子 我真是受不了没了 我黑黑一笑 上前拥住她 宝贝 还好有你 是还好有骗子 她突然乍起 眼冒金光 要是没骗子盗号这回事 你和方燕良 现在还暗恋来暗恋去呢 她说 该不会盗号也是她故意安排的吧 不会吧 我回答 她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怎么不像 闺蜜道 你看她连假扮情侣这么花的事都做了 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但很快就证明 这是真不是方燕良做的 因为到我号的那个骗子 竟然主动加上我的QQ 骗子 你的聊天记录我全保存了 骗子 网上现在对你好奇的不得了 我把消息放给余计